假如植物们吃了金克拉之后 发生了基因突变 植物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第一包金克拉 我们都知道缠绕水草 是一种可以把接近它的僵尸 拉进水中 同归于尽的水生植物 缺点是必须单独使用 而且必须种植在水里 那么我们给它吃金克拉 基因突变变强 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水草弟弟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全身上下都在颤抖 感觉自己要黑化了 我不要变黑化 不要 腐化水草 技能 用藤蔓甩出针刺攻击僵尸 攻击力约等于大喷咕 被藤蔓刺穿的僵尸 会被无法行动一段时间 同时短暂被腐蚀 造成大量伤害 突变升级过后 不再是一次性炮灰植物 现在机动性更强 第二包金克拉 魅惑娘 其实就是魅惑菇 也是属于一次性使用炮灰植物 僵尸吃掉魅惑娘之后 会被魅惑 魅惑娘也会自行消失 遇到巨人的时候 就不能魅惑了 那么 如果我们给她吃一包金克拉 给她基因突变 魅惑娘会怎样呢 魅惑娘 你感觉咋样 感觉自己的体型在不断压缩变小 激光魅惑菇 它不同于普通状态下的魅惑菇 有僵尸经过它的背后 就会跑出一个粉色的圆圈小分身 小分身可追踪全场任意僵尸 对僵尸造成六十的激光光柱伤害 激光光柱为穿透攻击 第三包金克拉 毁灭菇 作为植物大战僵尸 范围伤害最广的植物 一次爆炸可攻击到将近全屏的僵尸 但是缺点是一次性植物 爆炸过后会留下弹坑 机动性也不强 那么给她吃一包金克拉突变 会发生什么呢 毁灭战车 毁灭菇被战车一分为三了 它可不断生产毁灭菇卡片 提供源源不断的输出伤害 三个毁灭菇 每一个毁灭菇都可单独生产卡片 那么我们让她来挑战一千个铁桶僵尸 来测试测试她的威力 三个毁灭菇